HELLO 大家好,这是盖天安老师 那么今天呢,我要跟大家来聊聊 我手头的这把来自维火乐区Ghostfire的Force FS6电击塔 那作为一把售价刚刚两天出头的入门金手琴 它的表现到底如何 那是否可以通过我比较挑剔的性能测试呢 那这个视频让我们一起来寻找一下答案 那Force是Ghostfire旗下的电击塔品牌 那Ghostfire国内的玩具它的朋友一定非常的熟悉 它是一个非常棒的国产的这台配件厂商 我自己刚开始玩单块的时候 我就买了不少他们家的这个效果器板和单块的连接线 他们家还做像情包呀,情价呀,单块电源等等 基本上你能想到的跟电击塔相关的配件 他们家都有在做 那现在他们终于下场开始自己做吉他了 也就有了这个Force的品牌 那Force这个词呢 在英语里面其实有这个马G的意思 我不知道它是不是在致敬皇家G 但是anyway它叫这个名字 那我手里的这款FS6和另外一款FT6 S代表这个STSTRA类型的吉他 T代表Teddy类型的吉他 是他们家的主推的2000价位的标准入门款电击塔 实话实说 我已经挺长时间没有接触过这种正儿八经的入门级电击塔了 所以因为大家测评过的类似价位的吉他呢 比如说像唐龙或者恩亚 还是属于一种比较新奇的比较独立设计的吉他 其实我相信大部分消费者还是会去考虑 这种相对来讲比较传统的设计的吉他 可能这类吉他的测评也会帮助到更多的初学者 所以在我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 今天的这个视频里面 我想大家来分享一下我的一些使用感受 客观上来讲它有什么优点有什么缺点 以及它是否是一款合格的入门吉他 那也希望这个视频呢 可以给大家一些选购上的建议和参考 首先在我们听试听之前 我们先来简单的说一下就是把什么吉他 其实它的外观已经基本上说明了 它是一个什么类型的吉他 那基本上就是一个非常标准的SSH单单双配置的 现代ST类型的吉他 所有的配置都是近年来市面上最流行的最常见的 也是那种我一般会推荐给店里他新手去选择这些类型 它是ST型的拼接琴体 就是它的这个琴体和琴声是用螺丝锚在一起的 那琴体的选择的是这个北美进口的Alder 然后烤蜂木的琴井 纸板呢是硬度进口的玫瑰木纸板 它的纸板弧度的14英寸 非常的现代非常的平 同时它还有一些在这个价位下上不太常见的配置 比如说自作据钱器 它的这个琴桥呢有不锈钢的琴码和黄铜的底座 两点是这种小双脚的琴桥 SSH单单双使用器可切单 一个音量两个音色旋钮 五档的这个使用器切换 配置上可以说该有的都有了 说实话它的主要卖点也就是这个在2000的这个价位 它的用料和曲面的配置看上去是非常厉害的 那说到这里大家肯定会跟我一样关心两个问题 就是OK它说起来很厉害对吧 那它的手感音色到底如何呢 老规矩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它的视听 听完视听以后呢我会聊一聊我的一些这种感受 就是这个音量的节奏 放入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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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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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关于音色这一块呢 我觉得是这把吉他 它的一大亮点 吉他做的比较优秀的地方 听完之后 我相信大家会有自己的判断 但整体来讲 它的音色还是很干净 很利落 是一把FT类型的他该有的感觉 试音器输出比较偏中的 它的这个频段的响应也比较的均衡 那清晰度和动态呢 相对于这个价位来说 已经是非常OK的了 虽然比我平时习惯的那种 试音器的时候来讲 还是相当稍微大的一点点 但是我觉得这种差别 可能需要比较有经验的演奏者 才能体会得出来 这个音色反馈 作为出现者的第一把琴来讲 电视琴来讲完全出过犹豫了 当然如果你有多余的预算 回去升级更加发烧的试音器 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那作为一把2000价位的吉他 它的整体电路里面都是有屏蔽的 试音器的底道非常的小 同时呢 它的整体的这个电路啊 它的拨档啊 旋钮的手感啊 都是非常OK的 所以整体的电路和音色方面 我个人觉得非常到位的 那它的音色的不错的 另外一个原因啊 是它的这个木材用的是 非常不错的木材 选择的是纯进口的 美洲的凹的 和这个纯进口的 印度玫瑰木的这个纸板 并且是烤蜂木的情景 明显呢 会比其他的这个价位的下来讲 它的整体的共振会好一点 重量也会稍微轻一点 不得不说 在这个价位里边 按照宣传所说的 用到了这个进口木材 烤蜂木 自所卷钱器 黄铜底座的琴桥 等等这些配件 可以说是在纸面的参数上 它确实做的已经是很顶了 而且不光如此 它还送了一堆配件 它有一个非常厚实的琴包 这个包我看它单独卖 也要卖将近200块钱了 而且还有连接线等等的一堆的配件 基本上可以说 新手就差一个音箱 或者说是一个效果机就激活了 那么这个琴有什么 做的不足的地方呢 那大家都清楚 其他的价格受到的 最大的影响的因素是两个 一个就是原材料和配件的成本 第二个呢 就是人工的成本 那一把琴它 如果价格足够低的同时呢 配件和用量做得足够好 那它的制作成本上 一定会向大家缩水一些 我觉得这个现象 在这把琴上体现的 还是比较明显的 所以我对这把琴的一些布板 主要只用在这个手感上 首先 就关于这个品丝的打磨的问题 所以我想借这个机会稍微吐槽一下 那以下这一段 我并不针对这把FS6 而是针对整个国产吉他行业 我其实有一点不是很理解 就是为什么 所有的我谈过的 国产的中低价格的吉他 它都有一个相同的问题 或者说不能说问题吧 相同的特点 就是出场的时候 品丝非常非常吐槽 非常非常涩 相对于我这种演作的时候 我有大量的这种推弦柔弦习惯的人来讲 刚拿到手机演作的头几天 真的非常难受 就像那种 当你做推弦柔弦的时候 就感觉像那个指甲在挂黑板的感觉 基本上我测评了所有的国产吉他品牌 无一例外都有这个情况 那当然也包括这把FS6 那这个品丝呢 其实你谈几天之后 琴弦对品丝有的这个摩擦之后 它慢慢地变得顺滑了 所以品丝本身是没有问题的 那问题来了 做琴的时候 为什么出场前 不加一个打磨品丝的这个工序呢 对于我来讲 这个细节很多时候 是判断吉他价位和品质的 一个非常直观的参考 其实在我看来 打磨品丝这个工序 其实是很重要的 也对演奏者 对于这把琴的第一印象 起到了一个非常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自己很多时候 觉得一把琴手感非常好 其实就是从这个品丝的材质 大小手感 符合我的喜好开始的 然后再次去开玩它的共振 它整体音色的反馈 使用器的响应等等 所以我想呼吁一下 国产的吉他制造商 真的好好弄一下品丝行不行 不要再在这个工序上省成本了 那关于品丝啊 这把琴的品丝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它的这个品丝边缘的 这个倒角处理的不是非常的干净 手摸起来的这个品丝边缘 还是有相对比较明显的 这种比较拉手的感觉 而且有几处品丝甚至出现了 这个边缘突出的情况 可以在琴检的边缘摸到 这个品丝的这个突出的部分 虽然不是很严重 也不影响你实际的使用 但是说实话 还是对演奏手感有一定的干扰 我并不知道这是我中奖了 还是说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情况 总之大家在选歌的时候 可以适当地注意一下这个问题 另外加上他们家的这个吉他 纸板的边缘相对来讲 打磨的是比较尖锐的 那所有的这些要素加在一起 导致在你演奏的时候 左手对于琴检的整体的触感受感 效率来讲不是那么的舒服 但是客观来讲 虽然弹起来不是最舒服 但是它并没有出现一些 实质上的影响演奏技能的问题 比如说打瓶啊 瓷音啊等等 瓶丝本身的这个 镶嵌和高低的处理还是OK的 所以刚才说的那些 并不是什么非常致命的问题 如果你很介意的话 你完全可以请靠谱的琴行 或者说是维修师傅 后期再进行一个加工 打磨一下 应该是一个非常快 不会太麻烦的工序 处理完之后呢 这把琴和5千1万左右价 为了琴拼一下手感和音色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那另外一个小问题呢 是关于这个琴巧 这个琴巧本身的很多配置 其实很不错的 比如说它这个不锈钢的琴码 和黄铜的底座 本身的共振传导是非常不错的 但是呢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 当你按压这个摇把的时候呢 它会有这种轻微的卡顿感 这种情况说实话 在两点式琴巧上并不多见 我猜测是琴巧底板 这两个缺口 和这两个柱子的这个 接触的位置摇合 并不是非常的紧密导致的 虽然并不影响演奏 也并不存在跑音的问题 但是比起比较正常的这种 分的两点式的琴巧 或者说常见这种 沟头类型的琴巧的话 它手感上明显还是没有那么丝滑的 OK啊 说了这么多 大家可能会觉得 我对这把2000元的入门吉他 已经过于苛刻了 客观来讲 它音色是不错的 没有明显的演奏性能上的问题 达到了我认为 一支合格的入门吉他 该达到的东西 虽然它并不完美 但是已经做到了 它的这个定位所该有的性能 但是我之所以还是说那么多问题 第一点就是我希望我的测评 始终是真实的 那哪里做的好 哪里做的不好 我只要感受到了 我一定会说出来 这样的测评还要测评吗 不然这只能调广告 对不对 其次也是我希望 尽我微博之力 督促更多优秀的国产品牌 在价格合理的情况下 能够尽量把吉他的细节 做得更完美一点 当你们在一味的堆参数 堆配件的同时 也关注一下一些很重要的 最最基本的演奏性能上的问题 因为对于一个初学者来讲 其实音色好不好 并不是最重要的 因为他们其实分辨不出来 但是一把吉他好不好弹 弹起来舒不舒服 这个是非常直观的 对演奏的练习来讲 也是非常很大的 所以我希望国产厂上 可以真正的造福 我们广大的初学者 以及刚接触吉他的 并且预算并不充足的同学们 提供更好的新手设备 帮助我们更舒适 更轻松的去体会 学习吉他的乐趣 因为我已经看到了 这些品牌厂商 制作吉他的潜能 以及我们中国制造的硬实力 所以最后总结一下 如果2000价位 是你的预算范围的话 我个人非常推荐 你可以尝试一下这把吉他 那如果你已经准备下手购买 或者说你已经购买 这款吉他的话 我个人的建议是 花几百块钱 找一个靠谱的师傅 重新处理一下品丝 然后根据自己的情况 再去选择是否需要 升级更换 实行器 请假登的配件 它本身的木材用量 是非常不错的 通过一些进一步的 处理和改装 可以获得一个 非常物超所及的效果 这部影片已经做到内容了 如果喜欢的话 不要忘了三连点赞之后的创作 如果想看更多 关于电厂内容的话 不要忘了关注我 是斯卡丁老师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